我先提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位是說 他覺得神醫師民主是還蠻好 不過他是認為說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機制 然後能夠避免專家的偏見或立場的湧入 而影響到神醫師民主 而影響到蔡醫師律傳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他是說他還有如何去選定專家 這些很比較技術性的 他們是想要請教 這個專家最好不要只選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有很多 意見就會我們相互會吐討 吐討也會決定收一個共同的意見 就是說一個妥協的意見出來 所以你選專家的時候 也不要是說我們最怕政府部門 他有一個什麼樣的看法 行政首長有那個看法 結果就是找的專家都是支持那個行政首長的意見 這個是怎麼樣 雖然我以前也偶偶幹這種事 但是我的心理上是都儘量要避免 就是說你要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在一個專業的領域裡面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誰是贊同什麼意見 誰是贊同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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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都在在的 就跟前些時候 我們在那個財政部討論那個 那個房地產的那個交易所 該怎麼扣稅的時候 相互之間在一個同業的領域裡面 就知道誰會贊同什麼 誰會贊同什麼 因為他過去的言行表示就會是什麼 這個是有時候聽聽不同的意見 也就是好的 所以那個有時候行政首長 所以我看到行政首長被議會的支持 至少議會是個制衡的一樣 因為他有不同的那個意見在裡面 所以至少那個有時候在決定那個 專家誰得的時候 不要太是同一個意見 那個是民主政治的相互的包容 在那個我看到有那個專家意見在表示的時候 民眾自己要有一個選擇 因為他只是把意見表達出來 選擇的還是民眾自己 不是專家 你老婆說 都由專家去投票就好了 因為專家只是講說 有這麼優點 有這麼缺點 擴長於服服 浮長於過衡 所以最後要怎麼做 是老百姓自己決定 這個是民主政治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講的 我們這個是自由體系之下 這個最可悔的地方 就是民眾自己來觀點 讓人自己來觀點 我是文化大學文化系王衛蒙 我覺得我們該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目前的這種殭屍預算 然後利益團體 勾結出來的預算制度繼續下去 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 我們就要想各種不同的可能 那我是很高興聽到這個 今天的這種參與式預算 它其實代表的是一種公平社會的精神 所以我個人是樂觀其成 那剛剛大家很懷疑的一點就是 究竟我們會不會又選出一堆 畢業團體出來代表當自己 那我是覺得權力跟義務是相對的 那既然要邁向公平團體 大家必須有這個觀念 那剛開始的時候呢 也許如果我是柯文哲市長的話 我就讓各個區 你們自己提出 你們是不是可以參與式預算 然後就此機會去做公平教育 就是讓他們自己競賽 然後我選出覺得可以的 我才給你那部分的經費 你們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這是其實是一個可以做為一個公民教育的一個題材 然後另外其實這也提供了制衡 就是在公民社會裡面制衡 除了政府之外 除了行政機關之外 除了民意代表之外 公民團體他們也應該出來做產生制衡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他好好的發展下去 謝謝 我的觀念跟你一樣 就是說大家 就是相互尊重 相互了解 參與式預算就是這個原則 不要有少數目前的所謂的黑箱奏業 黨政協商 黨政協商 你如果有 我有看過黨政協商 我也不好意思試試講什麼 黨政協商又會要滿足 這麼積極的 要積極的 結果那個調紅 以法律調配 是這麼積極的 結果剛開始的時候沒有深思熟慮 這麼積極的 結果最後法律公布以後 會覺得有點相互矛盾 這個是協商之下會有一些問題 我覺得是參與式預算是讓更多的人來表示 我也必須承認一點 就是說我們台灣逐漸 那個名字已經往上了 大家的那個事 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大概五六年以前 我都覺得我的小孩 這個實在沒什麼路用 我覺得是 我覺得神論說他應該什麼都不會 最近幾年 我有時候跟他講話 我就覺得是說 他有些觀念 我還可以真的隨意隨喜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也代表他成年 因為他也是已經有三幾歲了 我覺得是說 像太陽化律動以後 我覺得是說 有些人的那個意見 也是要相互的尊重 那我想是說 參與式預算 大家是認為是對的 大家就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我們這個怎麼樣 邊做邊學 剛開始金額要很多 然後累積經驗邊做邊學 會場是一件好事 謝謝 老師我自己有個問題 above 謝謝 幸好 謝謝 輪到 cado 天 ㅎ